文綺 陳昌明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文綺 陳昌明 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我是趙心偶長的虛擬長 今天各位同學指揮 我今天是第二次來 聽你們的實力比賽 感覺上次 各位表現都很不錯 也看到各位在台上很低 老師在這邊很簡單的講起 我所看到的 因為鄭老師是樂團的指揮 所以我對各班級上台的 單一指揮一指的動作 特別關注 第一個是我們要看一下 上下舞台其實也是一種 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我會發現一些班級在下舞台的時候 才是很保護的下去 感覺上這個就比較 需要考慮一下 再來就是我們視覺為理想聽覺 所以同學們下次有機會上台 我們上台請先把自己的服裝 稍微整理好 然後隊伍一定要整齊 因為如果你站得很整齊的話 基本上你會吸引觀眾 我會想聽聽看 你要演出什麼東西 如果你都沒有把自己的站姿弄好的話 基本上那個效果會打成功 然後再來就是 你是負責 負責任職的同學 等級心理一下 你是要負責帶領全班的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要 在你大團一定 那這裡也表演一下 我們二年四班的職位 很厲害 運動非常棒 我很欣賞你 好 就這樣謝謝 謝謝小老師 接下來我們 應該是 鼓勵很重要的指導老師 我來謝謝王真夏老師 好 那我們這個小老師很客氣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口琴的 口琴室的指導老師 郭家瑋郭老師給我們鼓勵 鼓勵 可是來這邊那個 指導比賽滿多的 我覺得今年 一點一點都非常的緊 然後尤其 今年做了滿多的 那個 不錯優秀的指揮 就是真的 來 應該是要控制所有 所有每個生物 那以前我看到一開始指揮都是七 尤其可能比到雖然沒有那麼好的上去 可是今天很不一樣的是 我們多了好幾個非常厲害的指揮 不是只有那個二零 是好像還有那個七班的那個 好像也蠻厲害的 那是蠻有架式的 然後好幾個人 我自己都講 然後覺得音色等等 音量等都進步得很多 我自己的東西很適合 那我看到你們收入一下 看下這邊很厲害的 謝謝 然後謝謝顏雯老師 謝謝顏雯老師 謝謝顏雯老師 一位換一個聲音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你們真的很棒 來 給自己一個鼓勵 來 預備 謝謝 最辛苦的是 所有的音樂老師 然後還有你們老師們 然後今年我看到的最快樂就是 各位一年一年活潑的 我發現到你們對一起有變化了 你看 你們再上去一個指揮 一個步驟 突然間有一個一群人閃出來的 哇 那眼睛好亮眼喔 那我今年的進步 指揮真的是進步非常的多 然後可是我外選同學還覺得進步的一點就是說 你們都還是很緊張 我上學期不是 去年不是講過了把自己放開 結果現在很多人家是同意的 然後你的頭抬起來 然後看著指揮 你應該很有自信 我們常常講 成功是給準備好的人 那你在那台上就忍勵 跟我們的老師們講的 當你很有自信的時候 欸 我就看到你很亮眼 那我很自然的給把跟書給你 那你自己就微微收收了 那表示你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們希望 明年度一年級的同學 你們到這個台面上台的時候 可以把自己放開來 然後今天各位整體的表現 真的是一年明年才放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 越看真的是心情 越看越來越高興 就是說 欸 在這麼多老師的帶領你們下 各位同學真的進步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在最後 再請你們給愛的鼓勵 給所有的陪伴你們的老師們 來 大家一起來 預備 歇 謝謝我們期待你們 謝謝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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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能會待會一下 各位同學跟老師的時間 我很認真的把15隊的優缺 都一一的列在我的職上 可能沒辦法一一的 給大家做一個獎勵 那所以我今天特定來 我的樂器來示範一下 你們剛才有一些 可能做不好 的地方 那我今年就跟你們講 我相信你們明年 可能觀摩的一年級 會有更優秀的表現 首先我先講 所有的隊伍的優點 能夠上台 其實是一件 非常讓人緊張的事情 我們學校昨天禮拜 前天禮拜三也剛比完 五六年級的智力比賽 然後看完了 因為我們年紀還要大 什麼時候上台的時候 我發現到不論是哪個年紀 成本只要上台 都很容易緊張 然後看著地上 吹 但是呢 還是得上台 所以其實 你們能夠上台 我們根本覺得 你的勇氣非常的可貴 跟值得去站上 你的地方 然後第二種 翻上有的班子 非常的用心 我為自己的班上 準備的班子 真的只要一上台 我們都非常的注意到 甚至有的老師 導師跟著班上小朋友一起穿 我們可以看到你們的團結 我們常跟我們的小朋友講句話 你在台上 以為我撥的灰水 你站出來的氣勢 絕對不能輸人家 要讓人家覺得 你自己是非常厲害的 還有一句話說 輸人輸定 所以呢 只要氣勢一站出來 可以鎮壓我們的評審 一定會讓你 有一個比較特異的分數這樣 第三個 剛才又講到指揮的地方 我們發現到有些班級的指揮 這支揮都不是不錯的 然後班上的小朋友 會跟著他的支揮 都過去做一個變化 我們也覺得 這樣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再來 第四個 我覺得就是說 你們上下台的時候 你的班級非常看重 所以不管從上台到下台 他對於這場比賽的慎重度 會讓我們評審覺得說 你是非常看重這場比賽的 整體來講 這是大家的共同的一個優點 那就逐步來講一下 就是說缺點的地方 因為我們好還要更好 我相信呢 只要跟你們講得非常聰明 好像可以改變 第一點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們的大部分都是有 所以合聲 可是合聲的地方有高音跟低音 那你們高音的地方 大家的缺點都是一樣 高音太緊 衝不出去 你們的聲音非常的緊 你硬要去撐它 所以就暴音 低音下不去 所以低音出不來 我會感覺到有一股聲音在下面 可是是糊糊的 可是高音卻是爆料 然後呢 第二個你們都知道就強弱的變化 可是你們的大聲就是吹得很大聲 然後讓聲音摸摸過頭天高 好你們知道要小聲 集體小聲下來 整個音準Pitch掉下來 有一個小小的技巧可以教我們 假設你們吹高音有五支 你不要一開始就給它五支全部出來 你可以慢慢的加上去 譬如說第一個音只有一支 第三個音可能兩支三支 直到第五個音五支全部出來 你就會有層次感 低音域也是一樣 那再來分目的地方 我剛才聽到有些班級在做一個 就是類似像對話方式的旋律的變化 就是我吹以你這邊再拋過來 那你們在對話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讓我聽到你們是好像在丟球 可是丟球當中不會在中間卡住掉下來 也是拋給對方 對方再回回來 那個線條你們在做什麼 你們要就是說要想到我拋給他 他要回給我 譬如說很簡單 你問對方說你好嗎 他就說我不好 或是我 我如果他能回答我很好 他說我很好 那你在回答的時候 這口氣的時候 拋給他的線條就是這樣 哇你問他說你好嗎 他說不好 我不好 那線條就會掉下來 所以說這個音樂吸引人做的東西 就是說你們可能在你聽當中 你們還忘了一個最重要的 你們在台上吹的時候 都忘記你旁邊還有在 你要去聆聽他的聲音 不是自己吹很大聲就好 你吹很大聲 你有時候會 就是只聽到自己的聲音 聽不到革命的聲音 所以即使學著去聽 你就可以感受到說 你的聲音吹出來 會融入在這個和聲當中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們最後的收音 你們都吹得中間都很精彩 很炫耳很燦爛 可是你們最後要接觸的收音 或是音樂句當中 要做一個呼吸 有一個節奏的地方 收音不太整齊 就可能已經有了 已經沒聲音的人 還有聲音就是在拖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指揮 指揮你要把它的音質收乾淨 那他就會整體吸 不然我們指揮就沒有作用 所以收音也非常的重要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你們的快速運 音群 快速運群 哒哒哒哒哒 像你們的高三斤 最後結束之後是 所有朋友哒哒哒哒 那你們的運勢就要非常的乾淨 不是只是手跟你的舌頭沒有配合 會有點活潑 要這樣子 還有再來有班級 他吹卡同一首曲子 可是他速度上的變化 那速度上的變化來講的話 誰要去營造指揮 指揮 指揮你要偷偷的把他往你的腦袋 退後兩個小姐 你知道他要轉拍了 所以你的身體已經開始預備 要做一個快速的工作 你不能說前面是慢 突然在後面拍 然後他們會全部抓緊 然後馬上出來的聲音是擠 所以指揮在那裡的時候 他想清楚 我什麼時候要在我提前的拍子轉換 比如說快到慢 慢慢到快都要無所變化 然後再來 有人吹那個秋彩的樂句 或者是吹那個什麼陽光與小 因為今天學的曲子 他們都是柔美的 那柔美當中來講 樂句的連貫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如果聽起來 讓我覺得是快狀的 就會被影響 而且你們很容易受伴奏的影響 今天我們看到彈琴的小朋友 都很認真的去營造 我們的樂曲的氣氛 可是吹奏者 都會被他們拖著走 就是他如果彈拍撞得選擇 你的聲音就可能 呼呼呼 那如果他彈得比較慢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他一起拖拍 所以就變成說 伴奏者跟你的吹奏者之間的默契 可能還要再去做一個 就是再搭配一下這樣子 那最重要最重要 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現在我就大概示範一下 以這支子底 中英子底來講的話 它是在我的子底的這個家族裡面 它是最早出現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適合人生聽的 所以你今天追的曲子 這一支子底 在我子底家族裡面 是最最最受歡迎的 你如果去看演奏會 演奏會 這一支會出現 你不太會看到高音 這支打鼓會出現 這支打鼓會出現 那這個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講解一下 你從低音域到高音域來講的話 你的低音域是 想像你再吹一顆很大的氣球 從這裡吹到零 往下慢慢的斷進來 然後從高音 放鬆這五個音 起你吹中科氣球的力量 中科氣球的力量 想像你最舒服躺在雲上 或者是躺在水裡面 不需要用力 從高音 高音 後的音 起你全部吹小顆力量 肚子往外點出去 可是嘴巴不用力 你今天全部相反 嘴巴憂靈肚子不用力 那肚子用力怎麼用 你有操作弄我的小小小小 就像個大面上不出來 你還蠻便秘 你意思是這裡用力 你不會是這裡用力 所以我等一下 請你們做一個試驗 可以幫我你的子弟拿出來嗎 OK 你坐著也是可以吹好嗎 我們示範一下 好來 我們從最簡單的 五個音 我相信你們的老師 我教你們運舌 不管是哪一種運舌 好 而且不吹它 好謝謝 然後想像你躺在水中 躺在雲上面 很舒服 那我示範一下 我先吹 聽得到嗎 好耶 好 你不要用力 好 所以要想像你在水中 它是很輕鬆的方式 可以吹完 可以嗎 好我們來走 我們開始走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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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摔低运 那低运来讲的话 请你们的手来讲的话 在棒的时候 因为你们比较高了 所以你们在棒的时候 手记得 你们的手记得 你们在按下面的时候 在隔壁上面会跟着往上拉 然后肩膀收起来 然后呢 你的气管会压 然后我常常会喜欢讲说 身体是你的气管 请你撑住 所以我们先指定就是 你刮到嘴巴不碰到你的牙齿 下巴抬起 肩膀放下 手肘打开 第一次往前推 这几个是我们重点的要求 然后你要去命运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看你这么的长 你要想到你的气往下 一直刮到下面 所以你要去一根很大 很大块气的气球 所以你慢慢拿下方向 放到命运 那我们从 不要从发 发非常的难追 发是很难追 我们从降息好吗 降息可以吗 你懂有吧 OK 还愿意 先吹一个降息 来 上 来 8分 让我们向他慢慢观想 上 来 降息 好 放松 放松 你很松很松很松很舒服 好 来啦 好 放松 撑住哦 撑住 手 好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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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离开 谢谢 这是第一玉 我们现在上高音玉 高音玉 高音玉重拂拉 拉以后是高音 它是小的气球的力量 所以你们在吹的时候 什么叫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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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0 2 2 2 3 3 5 OK 有人吹降心 好 谢谢你们 来 来 谢谢 有人吹的是降心 不要吹降心 吹原本的心 好 你最终于我先做完 再来 我们来听一下 请各位听一下 你觉得我的运车有没有变化 第一种 第二种 你觉得有没有变化 有 哪里有变化 一个比较连一个四块头的小朋友 并念其中的我这样讲 我相信你比较层次高的小朋友会讲 在你舌头 舌头要变化 所以你们的要遵照你们老师教的 不管是用第一呼呼呼呼 所以这里就是我要讲的 你们刚才在吹比较轻柔的曲子的时候 你的音 请你用柔的 如果你要吹飘音的时候 你的御舌要改变 我以最简单的 小心亲好了 好吧 小心亲我们在吹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吹的是属于比较柔的 请你的舌头连换 如果你吹的是比较伴奏的 你舌头要变 所以你可以变成其他的发音 变成T 亲 那个时候比较硬的时候 你的声音就会比较硬 你的舌头或是软的低 他就比较软 我示范一次哦 小三是应该摔倒的小星星 这是比较软的 你这边吹的是跳音 你的舌头要改变运蛇 就是今天要告诉你们的 你们今天学的曲子有慢有不快 所以你要去改变你们的运则 你的乐曲会更精彩 我相信今天跟你们这样讲 有当然成年几位老师对你们说 你们应该会表现得更好 这是以上我跟各位建议的地方 耽误这么多时间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男生小维老师 还有我们本师大 最后我们陈老师也很客气 因为今天 那么实现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奖评就到这边 那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来谢谢我们今天的彩拍 谢谢大家 好 各位老师 在这么庞行一下 不够的与我们 好 聆整理体制导 好 那我们今天 这个二雷 下评论